咱们再开始直播 好啊 我们开始今天内容的讲解 今天呢是我们Python基础第九节课程 要给同学们讲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Python面向对象 是吧 其实我们面向对象这个方法 就是这种编程方法 是在每一个编程语言里面都有的啊 那么同学们其实学了这个Python的面向对象之后 你再看其他的 比如说什么C呀C++呀 或者是Java这些的话 其实他的一些逻辑啊 就是整个的编程逻辑都是非常相似的啊 不同之处 就是主要在编写方面的一些格式啊 或者是一些个别的用法上面的不一样啊 好 老师先把这个PPT给他掐掉 咱把PPT掐掉 PPT最小化 然后打开咱们的拍唱编辑器 我们的老哥腾过来了啊 老哥腾晚上好啊 好了啊 然后呢 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讲解 首先是 面向对象是吧 面向对象 这个嗯 就说起来有点那个啥是吧 这个名字面向对象 但其实这种 他的这种面向对象的整个编程思路还是非常好的啊 然后在这里啊 老师呢 在这个课件上面给同学们举了一个例子 在这里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啊 是吧 我们把这个例子给同学们从课件上面粘贴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吧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叫面向对象呢 就比如说我们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就洗衣服是吧 来我们来洗衣服 进行洗衣服这个操作 那么洗衣服我们有拿几种洗衣服的方法呢 一个是最原始的是吧 手洗 手洗我们找一个盆 放水加洗衣粉浸泡 然后搓揉 是吧 然后拧干倒水 然后瓢洗恩赐等等这一些 手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是吗 是是每一次 每次都让我们自己亲自的经过这每一个道步骤 是吧 这就是手洗 然后还有一个是积洗 那么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咱们应该是积洗了啊 什么叫积洗 就是用就是用洗衣机来进行一个 洗衣服的这样一个操作啊 那么在我们这儿 就是这种方式的话 嗯 那么老师就给同学们举下什么叫面向对象呢 其实面向对象就特别像一个这个 就是我们就比如说积洗是吧 生产洗衣机 咱们是不是要生产洗衣机啊 现在生产洗衣机基本上是用这种流水线的形式啊 现在很多生产产品是用流水线的形式来进行生产的 就是说我是吧 就是一开始有一个这个思路图 然后呢 我根据我的思路图把这个生产洗衣机的流水线给它搭好 一旦搭好了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批量的去生产洗衣机了呀 是吧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流水线搭好之后 我们可以更改的就是我们每一次生产洗衣机的不同 有哪些不同啊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生产的洗衣机有可能我们生产也是一个外形是白色的是吧 然后长就咱们的洗衣机是宽是吧 它可以有宽可以有长宽高 就是这一些比较小方面的就是这些比较外观的不同之处 我们可以给它生给它就是每一次洗衣机都可以给它复制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属性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生产的洗衣机它可以是一个白色的是吧 然后第二次生产这个洗衣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投放市场之后 然后觉得这一个洗衣机呀是这种绿颜色的或者是这种粉红色的是吧 就这种比较暖色调的这种洗衣机呢它的销量比较好 那么下一次生产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生产是一种粉色的是吧 然后这个呢就属于我们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属性 就是它的颜色然后包括它的长宽高等等呢 就可以理解成我们面向对象里面的属性 然后除了这个属性之外是吧 除了这些能够被我们看在眼里的这种属性之外 咱们洗衣机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呀 洗衣服是吧 洗衣服是咱们洗衣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洗衣服它分成几步呀 比如说是一开始是放水是吧 放水然后是把衣服放进去 然后它是对衣服好像是进行什么漂洗等等 很多工序之后最后是排水 好像是那个甩干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番操作 那么这一些这一些整个洗衣服的这个过程 它是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啊 我们把它呢就叫做方法 这个就属于我们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 就属于我们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么同学们想啊 我们这个就是相对于老师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的整个流水线 把它搭建完成之后 咱们这个流水线 只要你不对它进行一个大范围的迭代 实际上你只需要搭建一次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流水线 洗衣机的流水线 你只需要搭建一次当你搭建一次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从这个流水线上面任意的给它 就比如说我让流水线跑动一次是吧 然后它就生产出来了一台洗衣机 我再让它跑动一次 它是不是又生产出来一台洗衣机啊 是吧 然后呢 比如说我又让它跑动一次了 然后呢 它又生产出来一台洗衣机 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面向对象的思路 那么什么是面向对象呢 就是我们 是吧 先用代码创建一个类 我们先用代码创建一个类 那么如何去定义一个类 就是class 那么这里的类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我们是创建了洗衣机的这一条生产线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类里面要给它设置什么呢 要给它设置我们这一个洗衣机的属性 就比如说这个生产出来的洗衣机是什么颜色的是吧 比如说它是白色的 然后这个洗衣机啊 它有多高 比如说这个洗衣机是吧 我们根据调查之后发现这洗衣机的高度最好是一米 宽度呢 最好是明年五米是吧 这个是比较适合我们摆放在家里的大小也合适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这个类定义方法 什么叫方法 就是这个洗衣机的功能 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 那洗衣机的功能呢 不就是洗衣服吗 是吧 然后一旦我们把这个类创建完成之后 同学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把这个生产线给它搭建完成了 是吧 那么把这个生产线给它搭建完成之后 剩下来的是不是就批量生产了呀 是吧 就比如说我们创建的这个类 它的这个类名是A的话 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A这个类 是不是就已经写完了 是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的生产线搭建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个A这个大类 来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一个对象 就比如说这个A1这个对象 是吧 是不是通过我们这个A这个类实力化出来的 然后这个我们如何去理解呢 咱们仍然引到咱们洗衣机的这个流水线上面 咱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把这个流水线让它跑动了一次 是吧 生产出来了一部洗衣机 就是一个真正能够使用的事物 就是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力化 然后这个A1 就是我们就称作为对象 当然就像是我们这个洗衣机的这个生产线 它不仅可以生产一台 它可以生产很多台洗衣机 是吧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A这个类进行实力化对象的时候 咱们可以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 你可以实力化一个A1是一个对象是吧 然后你可以实力化一个A2 又是一个对象 然后呢你可以实力化出来一个A3是吧 然后又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些A1 A2 A3它们具有什么样相同的属性啊 就是咱们在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给它创建的这一些属性 那当然这些属性可以是固定的 是吧 可以你给它取一个固定的 就比如说统一让它变成白色 是吧 统一让它的这个长宽高都让它进行一个统一的标识 那么这时候我们创建出来的这所有的类都具有统一的颜色 是吧 统一的长宽高就是统一的外形 当然了 这些外形你也可以用变量的形式给它传递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个创建出来的对象 你就可以给它输入 根据你输入的变量不同 让它拥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 我们这些对象它还有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它还有统一可以使用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洗衣机 是吧 咱们这个洗衣机 你把它生产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都可以洗衣服呀 然后呢 我们在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你给它设定的方法 是吧 咱们在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给它设定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类啊 它可以做的第一个动作 比如说就是方法一是吧 然后呢 你就设定了第二个动作 然后就是方法啊 等等这些 然后等到我们用A1 A2 A3实力化出来 一个一个对象的之后 我们这个A1可以调用 我们在这个类里面 写的这所有的方法 是吧 这所有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调用 然后 然后A2也是一样 A2也是一样 A2也可以调用所有的方法 是吧 然后也是A3 A3也可以调用所有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面向对象 老师这样一说 同学们是不是就 我非常理解了呀 其实面向对象啊 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便捷的 那种那种编程方式 为什么它非常的便捷呢 因为你一旦创建 是吧 因为你一旦用这个class 自己去创建一个类之后 是吧 创建这个类 然后我们给这个类进行一个属性 是吧 对这个类进行一个属性的设置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方法 是吧 它可以调用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方法的设置之后 我们把这一个 这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 是吧 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流水线 已经搭好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个类 给它实例出来多个对象 是吧 我们可以给它实例出来一个 A1等于A A1等于A小括号 其实就实例出来一个A1对象 是吧 然后B1出来一个小括号 然后又实例出来一个B1对象 C1是吧 A出来一个C1对象 你就可以通过这一个类啊 实例出来多个对象 并且这些对象呢 具有具有这些属性 当然这些属性 你可以给它设置成是一个 死的属性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让这个属性 变成一个 我们其实这个属性 不管是属性 还是下面的方法 同学们看到老师都写了DF吧 DF 什么叫DF DF它不就是一个函数吗 那么我们如果说 你设置了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在这个函数后面 给它写个小括号 这函数可以传参吧 是吧 这函数可以传参数 然后我们在给它设置属性的时候 你也可以给它传入参数 那么这个时候 它还可以设置不同的属性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这个生产洗衣机一样是吧 你可以生产一台白色的洗衣机 然后等到下次 你也可以生产一台蓝色的洗衣机 是吧 然后在第三次 你可以生产一台粉色的洗衣机 然后呢 但是这些方法 就是他们可以调用的这些方法呀 必须是相同的方法 就像是洗衣机 是吧 都能洗衣服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生产线上面 就是生产出来的这些洗衣机 他们就具有相同的方法 就是可以洗衣服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思维 面向对象 那么什么是对象 就是老师刚刚这个通过每一个类 其实啊 这个语句 同学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生产 生成一个一个对象 这个是我们的类 是吧 这是咱们写的类 然后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类 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AE 是吧 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B 等等啊 这些操作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面向对象 整个的一种思路啊 然后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面向对象 它的好处是什么 是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种 为什么要设置一个面向对象 这样的思维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种 这种方法非常的便利啊 是吧 这种方法非常的便利 就是我们一旦写一个class类之后 咱们一旦写一个class类之后 我们一调用这个类 然后就可以通过 这个类生产出来 很多个不同的对象 是吧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类 生产出来 很多个不同的对象啊 然后这些对象 都可以去调用 这个类里面的方法 是吧 这个对象都可以来 调用这个类里面的方法啊 所以啊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代码的附用性 是吧 这也是我们代码的一个附用性啊 它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用就是 就像老师刚刚 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哎 你我现在要创建 这样一个对象 是吧 然后这个对象 它需要有它可以实现的功能 我就不用说 哎 我需要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又要把它可以 就实现的这个功能的 这个函数 再写一遍 是吧 然后呢 我下次又创建出来了 这样一个变量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那就不应该称它为对象了 然后我下次又生产出 又需要这样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又要需要它 就是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那么我又要把这个功能 可以给它写一遍了 所以啊 我们这个类 是吧 类 然后通过类实力化 出来对象 这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和老师之前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个函数 其实是非常相似的 是吧 都是增加我们代码的 复用性 复用性是吧 就这些属性 我们这个类里面写的这些属性 包括它可以做的这些事 是吧 就是这些方法 咱们只需要写一遍 这些咱们都只需要写一遍 写一遍之后 然后接下来你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 这所有的对象都可以拥有这些属性 是吧 都可以调用这些方法 就会显得非常的方便啊 我们整个代码的书写 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然后等到我们 比如说我当前 是吧 对这个对象设施了之后 我们后来这个产品的功能又迭代了 那么产品功能迭代呢 产品功能迭代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类上面 就对它进行一下修改就可以了 是吧 是吧 就是我们在这个类上面 再给它多加一些功能 是吧 或者是修改一些它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个对象 我们通过这个类所实力化出来的 这个新的对象 是吧 它就又用 就是它就又可以去调用这些新的功能 并且可以改变这些属性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面向对象啊 其实我们面向对象的思维啊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一样 在我们的CE啊 语言啊 Java语言啊 里面都是通用的啊 咱们现在只要是这些流行的编程语言 都有面向对象这样一个思维 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面向对象的这种编程方式非常的方便啊 就非常利于我们的一个代码的复用 是吧 好 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 然后老师接下来给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理解一下我们的类和对象 是吧 老师刚刚是简要的给同学们说了一下 什么是类和对象 然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啥是类 我们看一下啥是类啊 类的定义是吧 非常的重要 什么是类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类啊 类呢 它就是对一系列相同的特征和行为的事物的统称 那么 类和对象的关系 它是用类去创建一个对象 是吧 那么对象它就拥有自己的特征和行为 那么什么叫特征呢 特征就是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属性 就是你这个事物的属性 那么这个事物属性它可以是年龄 是吧 可以是样貌 它可以是地域啊 身高体重这些 就以我们这个冰箱举例 就比如说它可以是冰箱的颜色 是吧 冰箱的这种长多少 高多少 宽多少 就是这种外在的 就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对象的属性啊 然后呢 老师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是一只小狗 是吧 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创建的一个类 是Dog这个类 还有我们创建的这个Dog这个类 然后呢我们给Dog这个类啊 先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其实我们这个属性啊 都是统一的放在我们的 Innate这个初始化的函数里面 那么在接下来的例子当中 老师会给同学们说到 那么如果是小狗这个类的话 那么我这小狗这个类有什么属性啊 第一个是品种 第一个是品种 比如说是type吧 是吧 种类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类 那么什么是品种呢 就是比如说你这只小狗是小泰迪 还是小金毛 是吧 或者是什么阿拉斯加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 这个小狗的品种 它可以是它的属性 还可以是这个小狗的颜色 是吧 这小狗的颜色也可以是它的属性 这小狗的体重 这些 对我们这个小狗的外形等等的 这些作为的描述 都可以是它的属性 那么什么可以作为它的行为呢 什么可以作为它的行为呢 就是这个小狗 一个小狗它可以吃东西 是吧 它可以eat 它可以吃东西 然后呢 这个小狗它还可以奔跑 是吧 它可以run 奔跑 然后这个小狗它还可以 干嘛 它还可以play 是吧 它可以玩什么飞碟 它可以咬飞碟 等等的这些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这个小狗的行为 那么什么是行为 行为也可以把它叫作为方法 那么其实啊 在我们 在class里面 那么同学们也许会想 是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属性 什么是方法呢 那么 在这里啊 在我们的整个类的创建当中 不管是属性还是方法 我们都是用函数的形式 对它进行定义的 那么属性和方法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咱们的属性啊 是放在init这个初始化方法下面的 咱们所有的属性 全都是放在init的初始化方法 在下面的 然后呢 所有的方法 那么就是 就是这下面创建的 一个一个独立的函数啊 好 然后啊 老师会给同学们写一个例子 一写一个例子之后啊 同学们就会比较清楚啊 然后在这里啊 来给同学们 那么我们如何去创建咱们的一个类 在这里是有一个代码是吧 就是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统一的代码格式吧 就是一个非常泛化的代码格式 我们如何去创建一个类啊 那么如果去创建一个类 我们首先调用的是class 所以同学们以后在Python语言里面 你看到一个class是吧 你不管在哪 然后你看到一个Python语言 是吧 一个Python脚本 一开头再出现一个class什么什么 那么毫无疑问啊 不用怀疑 它肯定是在创建一个类 然后class后面的这一个变量 就是这个类的类名 所以我们这个 首先是用class这个非常专属的 class这个在我们Python里面 是专属的创建类的一个关键字 那么class后面呢 根本就是类名 在类名后面咱们写一个小括号 然后呢 当然照样后面是要写两个冒号 是吧 然后我们创建类的这个代码 就在下面给它缩进四 就缩进四个空格之后 下面的这些代码全都是创建类的一些代码了啊 好 然后老师给同学们来写一个例子 比如说老师刚刚给同学们说了我们的洗衣机是吧 那么我们就来创建一个洗衣机这个类啊 我们来创建洗衣机这个类 那么我们如何来创建洗衣机这个类呢 首先是写一个class是吧 然后后面写上一个我们的类名 然后后面写上一个小括号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要给同学们讲的是咱们的这个类啊 咱们这个类 就类名 它是其实类名 它也可以把同学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变量名是吧 然后这个变量名的一开头 最好把它写成是一个大写的格式 就咱们这个类名啊 第一个字母最好是大写的这种形式 好 然后我们写完了这个类之后 在这儿老师先不写它的具体的功能 我们先用一个站位符pass把它站上是吧 其实这样操作了之后 我们这个类啊 一个非常简要的类就已经创建成功了啊 那么我们如何来实力化 就是通过这个类实力化一个对象呢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调用这个woss类名 然后后面直接再跟上一个小括号 其实我们就通过这种语句来实力化我们的一个类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创建的这一个类啊 这个wosser就是我们这个类的类名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调用我们这个类 后面给它加上一个小括号 其实这个语句就是实力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那么如果把我们如果把这个引导到 在刚刚老师给同学们举的那个例子的话 就是那么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这个生产洗衣机的这个生产线上面 是吧 生产出来了一台洗衣机 就是这种关系啊 是吧 这种就是我们通过wosser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做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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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放到我们刚刚给同学们讲解的这个洗衣机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我们洗衣机的这个生产线上面 是吧 生产出来了一台洗衣机 那么既然可以生产出来一台 它就可以生产出来第二台 所以啊 我们也可以给它实力化出来第二个对象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它实力化出来第二个对象啊 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 不管多少个对象啊 当然只要你这个代码能够跑得起来是吧 那你想给它生产出来 就实力化出来多少个对象都是可以的啊 并且这么多对象它具有这个类里面所定义的相同的方法 就是只要这个类里面所定义的方法 这些对象全都具有 这个类里面定义的这些属性 这一些对象也全都可全都具有啊 然后老师给同学们介绍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类啊 给同学们打印出来看一下啊 这时候就不应该是这个类了是吧 是从通过这个类所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 给同学们打印出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啊 其实当前啊 它给我们反馈的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对象 所在的我们这个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 其实这个是表示的是 这个对象所在我们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啊 因为我们现在运行的这些 咱们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存储在外部存储系统当中 是吧 都是都是由于我们运行的咱们的PATCHAM之后 是吧 它才会产生的这一个个对象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 咱们的这些对象全都是存储在我们的 临时缓存系统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类存当中啊 所以咱们现在啊 咱们现在的这些对象全都是缓存在我们的类存里面啊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类存 是吧 我们的类存条里面找一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对象给它先存入进去 然后等到你把这一个PATCHAM关掉之后 它这个对象 它这个缓存的这个地址就释放出来了啊 因为你这个对象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所以它这一块地址就释放出来了 它这个地方就空出来 就可以存其他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当前其实这个 是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对象 所在的 在我们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啊 当然同学们知道就可以了 是吧 具体它这个地址是什么 其实我们并没有必要去研究它啊 我们知道这有这个小点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是老师给同学们看的 我们如何创建类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语句啊 然后接下来老师刚刚给同学们介绍了 说我们的在写类的时候是吧 首先要写我们的属性 首先要写就是负值 就是负值属性的那个init初始化函数是吧 然后还能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属性函数应该怎么去写呢 我是在这里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啊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给同学们粘贴过来 好 在这里啊 我们用属性的话 统一用的是这种方法 init方法 在上一节课啊 我们是不是创建了那个pathon file 是吧 我们创建了一个pathon文件夹 当我们一创建pathon文件夹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文件啊 叫init.py 那么在当时老师给同学们说这是一个初始化文件 是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类里面啊 它也要用到一个初始化方法 同学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初始化是吧 初始化它的名称都是统一的 所以这个这种init 然后前后加双下滑线的这种方式 在我们的pathon里面啊 也就是初始化的一个普遍的表现形式啊 就是咱们在pathon语句里面啊 你如果看到了一个出现的一个双下滑线 然后一个init 你想到这个是不是代表的是初始化这样一个含义啊 好 那么在我们这个类当中啊 如果要创建 就是咱们这个类所具有的属性的话 那么全都是放在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那么什么叫初始化呢 什么叫初始化啊 同学们也没有想过 初始化这个有没有像咱们的手机 咱们的手机如果开机的话它会有一个初始化 就是完成初始化之后 它是有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app 就是你可以点击是吧 然后呢你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一个应用商店里面去下载 你自己想下载的一些其他的app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类里面的这个 嗯 初始化方法 老师给同学们说一下 它这个初始化是表现在哪儿 就比如说老师给同学们写一个这个类是吧 我们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给它创建的一个类是大a 那么我们的初始化方法一定是一开始创建的第一个函数 就必须是我们的初始化方法 就比如我们创建那个初始化方法是吧 然后在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我们设置了咱们这个洗衣机的颜色 就比如说我们给它设置成白色是吧 然后设置了长宽高等等这些属性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咱们这个洗衣机写一些功能 那么洗衣机的功能是什么 不就是洗衣服吗 是吧 卧室这些功能 然后等到我们再 到这一步咱们这个类就写好了 是吧 就勉勉强讲讲了 咱们这个类就写好了 而写好之后呢 我们如何来实力化这个类啊 像老师刚刚说的 我们直接写一个a1是吧 等于a小括号 其实到这一步之后 咱们是不是通过这一个类 实力化出来了一个具体的对象啊 是a1是吧 然后我们当我们实力化出来 这个具体的对象a1之后 如果我们要调用这个a1 它洗衣服的这个功能 就是它洗衣服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就是调用wash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必须是a1.wash 就是我们必须要调用这个a1对象 它里面的拥有的这个wash这个函数 wash这个方法之后 它才能够 它才能够运用wash这个功能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 我们这个初始化的不一样了 那么经过老师这样一说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a1 就是我们这台洗衣服 它想要拥有这个白色是吧 它想要拥有这个长环膏的话 它是不是要调用这个 向滑线innet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不是的啊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类创建好 当我们通过我们当前的这个类 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的时候 就是在它实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它的这个初始化方法 它就会自动的运行 所以初始化方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自动调用 就是初始化方法这个函数啊 在我们实力化 就是我们实力化这个类 然后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的时候 就在运行这个语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它自动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咱们如果说 就是咱们这个A1想要拥有这些白色啊 长宽高的这些属性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再显示的去调用这个函数了 这一步是不需要的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A1点颜色是吧 color 就是我们这个innet里面的这些属性 你都可以直接的对它进行调用了 比如说颜色的话呢 不就是color吗 是吧 然后属性的 如果我们调用属性的话 后面是不用写小括号的 然后如果是长宽高的话 那就是A1点Y的 是吧 它有多宽啊 然后这个习机啊 它有多高啊等等啊 就可以直接去调用它里面 就是它这个innet 初始化方法里面的这些属性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初始化方法的一个 相对于咱们其他的这些 功能性方法的一个不同之处 老师这样说 同学们有没有 对这个初始化方法 就是比较清楚了 其实啊 其实讲来讲去 就是说 咱们这个初始化方法 它为什么叫初始化呀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调用 初始化方法的这个函数 是吧 当我们通过这一个类 实力化出来这个对象的时候 当这个语句运行的时候 它就自动的会运行 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类 它就自动的会调用这个函数 就是这种初始化方法的函数 它就自动的去调用了 它就自动的去执行了 那么它既然自动的执行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个 A1这个变量 它是不是就已经拥有了 这个color 是吧 颜色这个属性 是吧 然后它就拥有了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那个洗衣机的长篷膏 等等这些所有的属性吧 所以我们直接写A1点color A1点 嗯 什么 wide 是吧 A1点height 就可以调用它的这些属性了 就不用像我们调用这一个其他的方法一样 还要写一什么A1点watch是吧 把它的这个方法通过显示的调用 就不用这样了 我们就不用写A1点 什么下滑线init了 然后后面还要加上一括号 这个就不需要的了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是什么呢 就是自动调用 自动调用 所以同学们看看 嗯 这个呢 就是老师给同学们说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 类的属性 是吧 类的属性如何去写 类的属性全都放在我们这个类里面的第一个函数 init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然后等到我们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去调用这个初始化方法 那么如果自动调用这个初始化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对象 是不是就瞬间拥有了 它所具有的这些颜色 长宽高等等这些所有的属性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对象名称是吧 然后通过点的方式直接引用它的这些属性了 好 然后在这里啊 老师给同学们写一个例子啊 我们来写一个例子 就仍然有我们刚刚的washer 是吧 洗衣机这个类 来写啊 我们先来创建这个类washer洗衣机 所以我们首先是class classwasher嘛 然后后面加上小括号 然后咱们来写它的一个初始化方法 是吧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pcham特别方便啊 等我先打了前面的两个小横杠之后 是吧 它就已经出现了这一个init 后面有个self 好 然后我们直接按一下回车 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始化方法啊 是吧 初始化方法全都是放在我们类里面的第一个函数啊 其实这是一个函数吧 是吧 这肯定是一个函数 因为它是以def这三个字母开头的 所以其实这个初始化方法就是 呃 这个初始化方法 其实我们就是写一个函数是吧 但是这个函数的名称呢 它是下滑线init 所以它是一个初始化方法 然后我们类里面所有的属性全都是放在这个初始化方法当中 并且呢这个初始化方法要放在我们的类里面的它是第一个要写的函数啊 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给它设置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先给它设置的一个 呃什么呢 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个wide 对吧 那就比如说这个是洗击机嘛 我们的warser是吧 这个呢是我们的 哎 这个当前啊 我们是在创建生产洗击的这个生产线是吧 我们当前的这个洗击并没有出来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实力化成对象的 我们还在给它 我们还在写类是吧 我们还在写类啊 同学们就可以把这个类就理解成创建对象的一条条生产线 就是我们当前啊是在设计这个生产线的 然后我们第一个设计的是这个生产线里面的这个洗击的属性 是吧 这个第一个设计的属性是这个洗击的宽 比如说宽是500 然后它的height好像是高吧 记得不太清楚了啊 就比如说这个height是它的高吧 是吧 是它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给它设置的这个洗击的属性高度是800 当前呢 我们这个初始化对象就给它设置这么多 好 设置完成之后 哎 我们 好 我再看一下啊 好 等到我们设置完成之后 是吧 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咱们现在先写第一个初始化方法 然后接着在下面的立题当中啊 老师会带同学们来下面 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其他的可以调用的方法啊 然后当前我们先来给同学们示例一下初始化方法如何去进行设置啊 所以我们就给它设置一个init啊 好 然后我们设置完成init之后 哎 就比如说我们当前的这个类就一共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类是不是已经写好了啊 咱们类写好了之后我们如何通过这个类来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啊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 等于咱们的 是吧 通过调用这个类名 然后后面加上一小括号 哎 其实当我们的第44个 第44行这个语句 当它完成了之后 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了一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叫 H A R E R E R E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从这个生产线上面 生产出来了一台洗衣机 是吧 这个洗衣机就叫 H A R E R E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生产线 是吧 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 就像是通过这个生产线 生产出来多个冰 多个洗衣机一样啊 好 然后当前 咱们这个实力化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呀 是吧 那么老师刚刚给同学们说了 老师刚刚给同学们介绍初始化的时候 是怎么介绍的呀 当我们的这个实力化语句完成之后 其实初始化方法就已经自动调用了是吧 那么如果它已经自动调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调用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一些属性 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些属性了啊 我们就不需要通过写 比如说H 去点 是吧 咱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调用我们这个对象的这种函数方法了啊 我们就已经啊 就刚在刚刚在这句话实力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init初始化的方法就已经自动调用了 我们怎么来验证它已经自动调用了呢 咱们来给它打印一下 我们通过heal1点什么呢 wide的是吧 我们把它的wide字给它打印出来一下啊 其实其实老师刚刚 其实老师刚刚heal1点之后 同学们看到我们的patchel里面已经提示了 是吧 可以有wide的选项 可以有hat的选项 就说明它已经可以打印出来了 我们来打印一下它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明显的500是吧 我们这就是这个500啊 这个500就是我们给它设置的一个属性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通过对象来调用属性的时候 你直接写一个这个属性的名称就可以了啊 后面就不需要加括号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下面再给它写了其他的方法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对象来调用其他的方法的时候啊 我们要给它后面加上一个小括号啊 好 然后这个在后面老师会给同学们示例的 好 比如说我们当前是吧 这个呢是我们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初始化方法 那比如说呀 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属性它是一个死的属性是吧 因为同学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属性 我们是把这个常量复制给这个属性 是吧 是吧 常量复制给一个属性 所以它这些属性呢 它都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我们这个属性能不能变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吧 今天生产出来的这一台洗衣机 它是多高多宽的是吧 然后明天呢 我想把它这个尺寸换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属性能不能让它变化呢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属性怎么让它变化 是不是把这个外的后面的这个由常量变成一个变量 是吧 变成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吧 好 然后下面老师来给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一个 再复制一下 然后咱们把这个给它注释掉 是吧 我们在下面给同学们改一下 咱们怎么让它变成一个属性可以变换的呢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咱们看啊 咱们现在先不管它是不是初始化方法 是吧 我们首先看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初始化方法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本质它是一个函数 是吧 那么函数 在函数里面是不是可以传入参数啊 就在它这个小括号当中 咱们是不是可以往它这个小括号里面去传入参数啊 是吧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这个self后面我们可以给它传参 比如说我们给它呃 呃 传一个参数 COLOL Color 是吧 给它传入一个参数 Color 是颜色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下面啊 给它新增一个属性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席机的已经有了宽和高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给它增加一个颜色的属性 是吧 然后呢 具体我们当前的这个呃 就是通过这个类啊 所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 也就是把它理解成通过这个伸展线所 生产出来的这条系 你想让它是什么颜色 它就可以是什么颜色 也就是说啊 在我们的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我们也可以给它传入参数 传入参数 这个参数不就是变量吗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初始化方法当中 对我们这个类的属性进行设置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类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变量的形式了吧 对吧 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颜色 就像前面它就像前面的这两个 它是一个长量 所以呢 它必须是一个固定的值啊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当老师写完了这一个之后 同学们看到有一个什么不同之处啊 然后在实力的这个地方 它这地方出现了一个黄色的小框框 其实这个就是提示我们的 提示我们什么 提示我们你这地方少了一个参数 它这地方为什么少了一个参数呢 因为 老师刚刚说了 是吧 刚刚说什么呀 是当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当我们这个语句运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自动的会运行 这个初始化方法的这个函数啊 是吧 它会自动的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在自动的调用这个函数之后 同学们觉得老师这个小框里面缺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缺了一个和这个color对应的参数啊 是吧 这个color其实它是这个函数里面的行参 是吧 它是一个行参 我们是不是在调用这一个类的时候 在这里面还缺了一个实际的参数吧 咱们还缺了一个实餐啊 所以咱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给它写入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想要它生产出来的这一台洗衣机是黄色的 让它生产出来一台黄色的洗衣机 同学们可以看到当前它这个是不是就变了呀 是吧 当前我们这里它就没有在那种黄色的框框 就通过那种黄色的标示符提醒我们出错了吧 好 所以我们当前啊这个就已经成功了啊 成功之后呢 老师再把这个颜色给它打印出来 给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这heal点 好了 打印一下 同学们是不是看到了 是吧 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自动的进行调用了呀 这个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老师想给同学们介绍的这一个初始化方法啊 好 这个呢就是先给同学们介绍的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方法到底是什么 是吧 然后初始化方法里面设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初始化方法里面设置的就是属性 就是老师刚刚给同学们介绍的 就是介绍类的时候给同学们讲解到的我们的这个属性 好 然后讲完了这个之后 嗯 讲完了这个之后 同学们看我们这个语句里面 嗯 我们这个语句里面啊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个self比较显眼 是吧 有没有觉得这个self是不太清楚它的一个作用是吧 有没有觉得这个self 不太清楚它的一个作用啊 其实这个self是什么 其实这个self是什么 老师给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self就是我们创建出来的这一个个对象 这个self啊 它就是我们创建出来的这一个个对象啊 老师怎么给同学们说呢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同同学们可以看到老师当前的这个语句是吧 老师当前的这个语句 然后在这里是我们的类已经创建成功了 而之后呢是通过我们这一个类是吧 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是 然后我们是怎么调用我们这一个对象里面的这些属性呢 咱们是通过 然后here1.wide 是吧 然后here1.color 然后调用我们这一个对象的这些属性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初始化方法这个函数里面去看 我们的这个属性它是如何去进行 它是如何去进行复制 它是self.wide 是吧 self.hat self.color 所以啊 所以同学们可以这样去进行理解啊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进行理解 就是在我们对我们的类进行创建的时候啊 在我们这地方呢 它会写一个统一的一个对象名称 因为我们在创建类的时候是吧 我们在创建这个类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就是我们接下来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的这些对象 它的名字是什么 是吧 就是说我们当前在创建我们这个类的时候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创建好的这个类 所实力化出来的这些对象的名字 在创建就是在写类的时候 这些对象的名字 它还是一个未知数 是吧 它是一个未知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字母 是吧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单词来表示 就是当我们创建这个类完成之后 是吧 然后通过这些类所实力化出来的这些对象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类里面就用self 这个单词来表示这些对象啊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初始化的时候里面出现那个self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self.wide等于500 是吧 是self.hat等于800 是self.color等于我们传进来的这一个参数 传进来的这个具体的实餐颜色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很明确了吧 这个意思就很明确 对就是我们 其实这是一个复值语区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等号 老师给同学们说了 在我们的pass里面 如果是有等号的话 它是一个复值语区 如果是判断是否相等的话 其实它是两个等号是吧 其实这些呢 它是一个复值语区 它是把什么复值给什么呀 它是 首先在我们这 它是把这一个个属性 复值给我们这一些对象是吧 复值给我们这一些对象的属性吧 就是把这个500 800 把这个真正的颜色 复制给我们这个对象的属性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self 我们这地方的self 就是我们 我们所通过我们这个类 所实力化出来的这些对象名称啊 那么老师这样给同学们说 同学们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来通过我们的整个代码的运行 运行顺序来给同学们说一下是吧 比如说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类 这些语句给它创建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类 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是吧 然后在运行这一边的语句的时候 其实 其实 我们的df 它在运行这半边的语句的时候 其实是通过这一些类 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并且呢是把这个yellow 这一个单词 复制给我们的color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一边的color 等于什么 这个不就是yellow吗 并且老师刚刚说了 我们这个出手化方法 是在实力化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去运行的一个函数 对吧 然后它给我们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是我们的health1 对吧 当它把这个语句运行完毕之后啊 那把这个语句运行完毕之后 可以这样去理解 我们的这个对象名称 它就给带入到我们这个self 这个位置当中来了啊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去运行 它会去运行 它会自动的去运行 这个出手化函数吧 是吧 那么在这里就是什么呀 就是hair 在这里其实这个语句 就等于hai hair1.white 是吧 等于500 然后下面呢 这一句话呢 它就等于什么呀 就等于hair2.height 是吧 这个属性等于800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这个第三行呢 hair1.color c-o-l-o-r color 等于我们刚刚传入进来的 这个yellow吧 是吧 同学们可以这样去进行理解啊 同学们可以这样去进行理解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就立刻马上啊 是吧 就立刻马上根据我们的 这一个一个一个的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的属性 已经全都复制完成了呀 然后复制完成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瞬间 就把这个hair1.wide 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了是吧 并且可以直接去引用它了吧 然后hair1.color 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直接去对它进行引用了啊 好 然后就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对象 hair2. 既然说我们的这个类是吧 它可以创建多个对象 那么我们再给它创建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前是又生产了一台冰箱 是吧 这个冰箱的颜色呢是白色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hair2.color 再给它打印出来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当前它的这个运行结果是什么呀 首先它打印出来的是hair1.wide 是500是吧 然后hair1.color是yellow 然后下面打印出来的是hair2.color 这个hair2.color就是我们的white 好 然后在这里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又创建了一个hair2 是吧 又实力化出来了一个对象是hair2 是通过我们的warser这个类 然后又给它出 又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hair2 然后在实力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warser里面给它传入了一个参数 car 给它传入了一个参数叫white 白色是吧 其实当我们就这右边的这个语句运行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这个类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初始化函数在运行吧 是吧 我们这一个类里面的第一个初始化函数 它就会自动的去进行运行 那么我们这个white 它就会以位置 就是咱们的那个什么 位置参数的形式是吧 就会以位置 位置参数的形式传递给我们这个color 然后我们这个函数就进行一个运行 white等于500 是吧 height等于800 color就是我们传入进来的这个white 就是这个复制 然后同时它完成实力化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hair2这个对象 然后带入到这个save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save 它就是hair2这个对象 那么其实就是把我们的500 就复制给我们的hair2.white 是吧 然后把800就复制给hair2.height 然后把这个color 就传递进来的这个食餐white 就复制给咱们的hair2.color 所以啊 同学们怎么去理解这个self呢 其实 其实每一次通过我们这个类 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新的对象之后 你的这个新的对象是什么 你的这个self就是什么 同学们就这样去 就是这样去理解它啊 咱们一起用ok 这个啊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两个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一个 一个就是咱们的innate的初始化方法 是吧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self到底是啥 一个就是咱们的innate的初始化方法 就是你当我们实力化出来这个类之后 这个初始化方法 其实就是这个函数是吧 这个函数它就自动调用了 它就不需要我们通过这个对象点 然后函数名 然后小括号的形式去对它进行调用了 它就自动的去进行调用了 那么这个self是什么呢 self其实每一次实力化出来的对象不同 它所代表的这个self就是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self就是你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名了 往上说完了这个之后 咱们再看我们的对象的方法如何去进行创建 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些是我们的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方法设置的是属性是吧 那么我们除了这些可以调用的属性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写的这些方法 那么我们看这些方法如何去进行创建 老师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吧 老师把这个代表给它粘贴过来 然后放在这 我们直接去对这个方法进行创建是吧 首先不管是初始化方法 还是我们写它真正的功能 还是写它的功能方法 其实设置的都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在我们的创建类的时候 第一个函数必须是初始化方法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函数 就可以是我们的功能方法了 所以我们来创建我们的洗衣机的第一个功能方法 咱们洗衣机的第一个功能方法是什么呀 是洗衣服 咱们洗衣机的第一个功能方法是洗衣服 同学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在老师刚刚创建的这个功能方法的这个函数名称之后 是吧 它立刻马上就有一个self 就填入到了这个小括号当中吧 其实这里的self 其实这里的self是吧 在我们这个在设置函数的时候 它代表的就是创建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类所创建的那个对象 它的一个统称 它的一个统称 咱现在就把它统称为self 然后呢 等到我们通过这个类 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个具体的对象名称之后 那么当前的这个类是吧 当前的这个self就是具体的这个类名 好 就是具体的这个对象名 就是具体的这个对象名 好我们现在来写咱们卧室这个类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它的功能 那么它这个功能就是洗衣服 好 然后我们 我们在这里给同学们用这个打印的语句 给它打印一句话 给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就不给它写这个比较复杂的功能了 我们让它显示一下 让它显示出来之后 等到我们调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 让同学们看到 它可以进行调用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调用是什么呢 咱们给它调用是 我是self 是吧 我是self的方法 我是self的方法 这个 必须用对象 实力 可以 调用 调用 我才能运行 然后咱们再来创建 一个 break 其实老师的这个self 是我们这个快捷键它所自动创建的 self 然后再给它写一个 print 什么 就是我们这台洗衣机啊 经过 很 多年 后 是吧 咱们这台洗衣机 经过很多年 天天洗衣服 然后被 被 经过很多年后 被使坏了 是吧 经过很多年后被使坏了啊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两个方法就是老师创建的这一个 我们的功能方法了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调用咱们的这些功能方法 怎么来进行调用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来调用heal1 我们heal1点什么 等老师1点 就是一写这个小点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在我们的配项里面 它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些可以调用的是吧 除了刚刚创建的这些属性可以调用之外 还有break和wash可以调用 比如说我来调用它的wash 然后呢 我再来调用我们的heal1点 什么方法呀 就是我们的brook 损坏的这个方法后 然后我们让它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让它运行一下啊 嗯 可以让它运行一下啊 嗯 哦 在这里啊 老师给同学们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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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们来 咱们来 咱们来好好看这个立体啊 哎呀 哎呀 好 往上走 好咱们现在是干嘛呢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类给它丰富了一下 我们把这个类给它丰富了一下 是吧 我们把这个类给它丰富了一下 除了它的初始化方法之外 我们还给它写了两个功能方法 第一功能方法是wash 是喜 然后呢 在老师刚刚一写这个wash之后 它这个小口号里面 它自动的就会有这个self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self给它打印出来啊 咱们把self给它打印出来啊 并且让它打印出来 这句话是吧 我是什么什么的方法 然后这个必须用对象实力调用我才能运行 然后下面呢 这个呢 就是咱们把它使坏了的那个方法是吧 break 然后当我们调用这个break方法的时候 它也就给我们打印出来这句话 是吧 经过很多年后 是吧 经过很多年后 然后这台洗衣机已经被用坏了啊 然后呢 我们是给它实力化了第一个对象 咱们可以看这里是实力化了第一个对象 我们是通过直接调用wash这个类 是吧 我们是通过直接调用wash这个类 然后里面给它传入的这个yellow变量的形式 我们实力化出来第一个对象是hail1 然后在老师刚刚给同学们介绍了 我们这个初始化方法呀 在调用实力化对象的这一个语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去进行调用了吧 是吧 我们这个初始化方法它就自动调用 其实就是初始化的这一个函数 它就自动的去进行调用了 自动调用的时候呢 它就自动的给我们这个对象 复制上了这个宽 是吧 高以及颜色 yellow也给打印出来了 好 咱们这个颜色也被打印出来了啊 然后颜色被打印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老师打印的是什么 是printheal1 printheal1 这个heal1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实力语句 然后创建出来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给它打印出来啊 是吧 然后这个对象它打印出来是什么 是当前这个对象 它在我们类存当中的一个位置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heal1在类存当中的一个位置 它是0XX 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后面是14310 这是我们类存当中的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代表着我们当前的这个对象heal1 然后老师呢 是调用的这个heal1.worth这一个方法 是吧 然后我们当我们调用的heal1.worth这个方法之后 他老师在这里让他打印出来的是什么呀 是self 是吧 是self 然后我们再看他打印出来的这个语句 我是 这个似乎好像似曾相识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打印出来的这个self吧 但是现在我们打印出来这个self 是创建成了 是通过我们这个watch这个类 然后创建出了这个heal1这个对象之后 然后打印出来的这个self吧 是吧 的方法等等等等 然后上面这个语句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self 和老师刚刚打印出来这个heal1 其实在我们类存当中的位置是一样的 因为他都是14310 是吧 他都是14310 这就说明他们俩是相同的东西吧 是吧 他们俩是相同的 所以啊 这就可以 就进一步证明老师刚刚说的了 就是我们这里的self 它到底是什么 当你通过这个类 然后给它实力化成一个对象之后 是吧 然后这时候是吧 这个时候这个self 就是这个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 通过这个也可以证明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接着往下看我们是在这儿是吧 老师又通过watch这个类 然后呢又给它实力化出来了一个对象是heal2 就比如说我们又给它生产出来了一台洗衣机 这个洗衣机我们叫它heal2 然后颜色white 咱给它变了一下 然后我们是分别把它的颜色给打印出来了 然后在这里 同学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是这个5 是这里的white颜色给它打印出来了啊 我们这为什么会出现 哦是前面有了这个重复 说这个 非常地费劲啊 怎么有了呢 好啊 这就是我们的white是吧 好然后呢老师是又通过wash这个类啊 又给它实力化出来了另外一个对象 并且把这个white作为颜色给它传入进去吧 然后这个对象是heal2 然后我们调用的是heal2它的color 这时候它打印出来的是啥 是就这个white是吧 heal2.color 它这个color就是white是吧 就是白色 然后我们看我们print的这个heal2 其实print这个heal2就是打印出来 就是它通过wash这个类 又实力化出来一个新的对象heal2 它在我们类存当中的位置吧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在哪啊 咱们看它的尾部 442700是吧 通过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辨识它啊 然后接着老师又运行了 咱们heal2点卧室是吧 heal2点卧室 我们看heal2点卧室 它是不是打印的就是我们heal2这个对象里面的self了 是吧就是print我是什么self 什么的方法然后等等等后面的这句话啊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看到它这个self又变成了什么呢 self又变 那么这时候它self 它在咱们内存中的位置和heal2这个对象的位置又一模一样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明我们这个当前这个self它又变成了什么啊 它又变成了我们的heal2是吧 通过它的这个位置可以辨识出来啊 然后等等后面这一句话也给它打印出来了 当然我们调用这个heal2点Brick的时候 它是不是这句话也给显出来了 经过很多年之后是吧 我们这个洗衣机已经被用坏了 洗衣服已经洗坏了 就通过老师的这个事例啊 又进一步证明了 咱们的这个self到底是啥是吧 就是你每次通过这个类 我们每次通过这个类给它产生一个新的对象之后 那么这个self就是这个新的对象是吧 就是我们以运行这个这个语句 通过我们握着这个类 产生一个对象heal1的时候 这个self这个类里面的self它就是heal1 是吧 然后我们在下面干嘛 咱们在下面又通过握着这个类 是吧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对象heal2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个语句里面的self就是我们的heal2 就是咱们的heal2 那么依此类推 如果我又产生了一个heal 是吧 又通过我们这个握着这个类 产生了一个新的对象heal3 那么这个heal3它就是我们这个 嗯 类这个语句里面的这个self 这个self就是heal3啊 嗯 BROK 不入壳 不入壳是吗 不入壳 这壳这壳这够了 好 这个就是老师给同学们 首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属性和方法 是吧 这个 是咱们设置属性 我们如何去设置一个类的属性 类里面所有的属性全都跟在我们的init 出始化方法后面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这个类它可以使用的方法 是吧 然后在下面调用的时候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 当我们通过这个类创建出来一个对象之后 我们直接通过对象点属性名 后面不用加括号 就可以调用我们的属性了啊 然后如果我们要调用这一个对象的方法呢 那么必须是这个对象名 是吧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方法的函数 然后后面必须要加上一个小括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调用我们这个对象的方法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面向对象吧 是吧 这个也可以体现出我们面向对象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这个类一旦给它创建完成之后 你可以给它实力出来无数个对象是吧 然后这些对象可以通过这个传参不同 让它富有不同的属性 并且能可以同时使用这一些方法是吧 这些方法都可以通过直接写点的形式来进行调用啊 这就增强了我们代码的一个复用性啊 然后接下来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一个魔法方法 这一个 嗯 咱们说到的一个 魔 魔法方法 这个魔法方法基本上 有时候是在说明的时候会用到啊 就是我们的street魔法方法 我们写一下 我们这个魔法方法是在什么时候会进行调用呢 当使用print输出对象的时候 默认打印对象的一个类存地址是吧 那么如果是类是定义了我们的street方法之后 它就会打印出从这个方法中return的数据 就像老师前面的这一些是吧 老师前面的这一些语句 我是不是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了一个方法呀是吧 然后我给它打印这个方法的 就是我通过这个类是吧 给它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吧 然后我打印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出现的是啥呀 它出现的是不是这个对象在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啊 那它出现的是这个对象在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啊 我现在其实是想对我这个对象是吧 进行一个说明等等的这些语句 就是不让它打印 不让它我们print类名的时候 它打印出来这样一个地址的形式 让它的打印变得有意义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可以通过这一个street 这种street的这样就是写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名是双下瓦线 是street的形式就可以了啊 好让它在这里啊 所以给同学们再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再 比如说我们又来创建一个类 是我们的worth 小括这个类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init方法 哎呀在这里就有点重复了 和我们前面是重复的 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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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再 还有我去 idth 有时候这个pycham它的变量啊 pycham它的提示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比如说在有些时候啊 你还 它就是有一种强行的一个感觉啊 你还必须要把鼠标给它移出来点一下啊 它才能从这个状态当中撤出来啊 好height 我们再写一个 street这个方法 pint 比如说我给它打印 啊在这里就不适用打印了 在这里咱们要用return return 我们给它打印的是 这是海尔洗衣机的说明书 这是海尔洗衣机的一个说明书 然后在这儿吧 我还没有调用呢 同学们看到它就报错了是吧 那这地方是不是出现红色橫杠报错了 那么它为什么会报错啊 同学们有没有想它为什么会报错啊 因为其实是老师在这地方函数是不是出现错误了 是没有写参数吧 是吧 其实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初始化方法 就觉得似乎很难理解 其实它是初始化方法之前 它的本质它是一个函数是吧 所以这个初始化方法 它也必须要符合函数的条件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 同学们可以看到当前我是不是有变量啊 但是我在写这个函数的时候 并没有给它传入行参吧 所以我们这地方报错了啊 那么怎么来写呢 那么我们在这地方给它传入一下行参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我们给它传入外的是吧 再给它传入一个height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创建一下 H-A-R-E-R-E 我们给它写一个我们要调用washer这个类 然后我们往这个类里面传入10和20 好 并且我们把这一个对象给它打印出来 好 然后我们把前面的这些语句全部都给它注释掉 好 我们把这个语句全部都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让它打印一下啊 还有的说明书 哎呀 这个好像不太好是吧 把这个height和wide也给它打印出来吧 然后同学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它有这样复制的一个效果 那般啥都没有 这样 看一个考虑 咱们看到了什么呀 哎我们首先是创建的这样一个类是吧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呃 首先是咱们如果要写一个类的话 第一个必须要写我们的一个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方法必须是放在一开始的 然后在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 我们呃 在初始化方法里面给它设置的是这个类的属性 当然这个类的属性 它是用一种变量的形式给它传进来的啊 好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就用到了我们的魔法方法 是吧 def 下滑仙 stsg 然后是self 然后呢 我们在魔法方法里面跟着的啊 就是你想让它print什么 你就把这个字符串 然后跟在这个return这个返回参数后面啊 return不是我们函数的返回值吗 是吧 就跟在我们这个return的返回值后面 就给它写上这一串的字符串 然后接下来我们通过我们当前的 创建好的卧室这个类 来给它实力化成一个对象 heal 1 是吧 heal 1 然后呢 在进行我们的 类实力化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传入进去一个10 10和2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 其实我们用到的是 呃 参数是位置 是吧 是位置调用的一个形式 所以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个10 就复制给了我们的第一个参数wide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20呢 就复制给我们的第二个参数height 然后接着老师是打印了height 然后又打印了wide 所以他这个20先给打印出来了 是吧 然后10给后打印出来了 然后同学们看到在这里 当我printheal 1 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不是打印出来是这句话呀 是吧 这是海尔洗衣机的说明书 就这个文字 他并没有像刚刚那样打印出来的是我们heal 1 这个对象所存储的类存当中的一个地址 是吧 他没有反馈那样一个毫无意义的这样一个地址的信息 他给我们打印出来的是这样一句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魔法方法 其实这个魔法方法怎么说呢 也可以是对我们类的一个说明 就比如说你这一个类的功能是什么 是吧 或者是需要用的一些说明文字 你可以放在这个魔法方法 就是stree 这个函数下面 然后以return的形式写在后面 然后 然后不管是吧 不管你给它创建的这个对象是什么 只要你打印这个对象 它给你显示出来都是return后面的这句话 比如说我就给它创建一个h 还有2 还有2 比如说30 20 20 30 然后我这个宽和高就不打印它了 我们直接打印黑耀2 咱们直接打印一个黑耀2 朋友们可以看到它打印出来也是这个是吧 这是黑耀洗衣机的说明书 也就是说呀 当我们写了这个魔法方法stree之后 不管你创建多少个对象是吧 然后只要你是打印这个对象 那么它打印的其实都是这个stree 这个函数名下面 跟在return后面的这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这个字符串 你可以写一个就是我们当前类的一个介绍 或者等等 这些都可以 然后老师给同学们讲解一个综合应用 讲解一个我们当前的一个综合应用 我们这个在讲解综合应用之前 我们先把代码给它注释掉 代码给它注释掉 然后我们来讲解我们当前的这个综合应用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需求 然后把这个1给它删掉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需求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二个需求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综合运用 首先我们这一个需求主线 首先啊我们拥有这样一个需求主线 需求主线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烤地瓜的操作 在烤地瓜的时候呢 我们是分别要设置咱们烤地瓜的一个时间 以及对应的不同这个烤地瓜的这个时间 然后地瓜给烤到的一个状态 就比如说我们咱们烤地瓜的时间 如果是0到3分钟的话 这个地瓜它的状态是深的 那么呢如果我们这烤地瓜的时间 它是3到5分钟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瓜它是一种半生不熟的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烤地瓜的时间是5到8分钟的话 这个地瓜它就是熟的 然后如果烤地瓜的时间超过了8分钟呢 那么地瓜它就会烤糊了是吧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 是我们可以在烤地瓜的同时给它添加调料 咱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啊 可以让它添加调料这些动作 那么我们这个应该怎么去写呢 老师在这里给同学们分析一下我们的一个需求步骤啊 我们的一个需求步骤 好地瓜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去用我们的类 如何去用我们的类是吧 用我们的类用我们的面向对象这个逻辑 然后来实现这个需求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它是一个烤地瓜是吧 所以我们要生成一个烤地瓜这个类 然后在这个类里面我们要给它设置 第一个要设置属性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属性可以怎么设置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三个属性 一个是这个对地瓜它被烤了多长时间是吧 第一个是它烤的时间属性 然后第二个属性呢 是这个烤地瓜是当前地瓜的一个状态 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后面呢是添加调料 因为老师刚刚说了我们在烤地瓜的同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口味去添加调料 所以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添加调料这样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init方法里面设置的属性 是吧是在我们的init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设置的属性 然后跟着呢就是我们在烤地瓜的时候要设置的方法 咱们地瓜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地瓜嘛 首先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有烤地瓜这样一个动作是吧 所以第一个方法呢是烤的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添加调料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然后说完了之后啊 老师给同学们来写一下 然后边写边给同学们解释一下啊 咱们如何来实现它 咱们首先要创建的是一个类是吧 我们当前的这个类是sweetp-u-t-a-t-o 我当前要设置的是这个类 这个是我们的类名 首先我们要设置一个类要设置类名的时候 这个类名的大写 手写字母必须是大写的形式是吧 当然说应该是做最好是大写的形式啊 所以我们给它写个大写 然后后面这个小括号要给它写上 好写完了之后 我们第一个来设置的方法 是我们的初始化方法是吧 因为我们要在初始化方法里面去设置我们的属性 好然后我们来设置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方法如何去进行设置 初始化方法的名称是前后双下滑线 然后是innate这个初始化的语句啊 然后在这里面老师还没有进行操作 他就已经自动的就 他自动的会进行添加添加出来一个self啊 那么这个self是什么 刚刚老师已经通过这个案例给同学们证实了一下是吧 咱们这个self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当前的这个类 实力化出来的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名字的统称 咱们把它统称是self 是吧 然后呢当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当前这个类 给他写完了 咱们是不是要通过调用这个类 给他实力化出来一个个地瓜 是吧 实力化出来地瓜1 地瓜2 地瓜3 那么如果我们实力化出来是一个地瓜1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self里面的就是地瓜1的这个对象名 如果是实力化出来一个地瓜2的话 是吧 那么这个self它代表的就是地瓜2的这样一个对象名称啊 好 好 我们当前把这个实力化的这个给他写一下 写一下之后我们首先要设置的第一个属性是记录备考的时间 记录我们被考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是self.cookooktime等0 我们初始化是吧 这是我们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我们初始化一开始设置的这个时间是0 0 就是它最开始的状态 1分钟都没考是吧 它是一个深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逐步的去考这个地瓜 比如说我们让它考个2分钟 那么这个地瓜它是不是就变成2分钟那个状态啊 然后呢我们再让它考个2分钟 就是让它出现一个叠加 时间的一个叠加 那么这个地瓜它就出 就变成了考了4分钟这样一个状态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它先初始化一个被烧烤的一个 初始化的时间 最开始的时间是0 就是还没有考呢 是吧 我们要把这个初始化的属性先给它设置好 这个0给它设置好 然后咱们下面要设置就是我们地瓜的状态 咱们地瓜的状态我们叫它self.cook.static 这个 它最初始化的状态 是吧 最初始化的地瓜一分钟都没有被烤过 可以说一秒钟都没被烤过呢 所以它现在的状态是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好 然后咱们再写一个调料表 cf c o n d r m e n t 等于我们的小等于我们的列表 这个是我们初始化的一个调料表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我们还有功能是可以加调料啊 是吧 咱们还可以加调料 那么我们接下来啊 比如说我们在烤地瓜的时候 是吧 在烤地瓜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给它增加两个 或者是三个调料 就是会有多个调料 那么我们怎么去记录这些调料 其实啊 就是在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咱们先给它创建一个空的列表 是吧 然后每次我们调用 调用加调料的那个方法之后 是不是给它传入一个调料 就是给它添加一个调料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调料之后呢 我们就往这个列表里面去添加一个调料名称 是吧 调了一个四伏串 然后呢 比如说是在下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又 就是说我们 在持续这个烤地瓜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给它添加了第二种调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往这个调料包里面 再追加一个调料名称 是吧 就以一个四伏串的形式 往我们的这个调料 记录调料的列表里面 又给它追加一个调料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调用这个列表 是不是就知道 我们这个在整个的这一个地瓜 被烤的过程当中 它一共添加了多少个调料 所以啊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要给它初始化一个空的列表 然后这个空列表作用就是 当你添加一个调料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调料的名称 追加到这个列表里面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好 这个是我们当前初始化的状态 已经给它写完了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 咱们就给它 给它初始化这个三个属性 好 然后初始化了之后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 嗯 初始化完成了 初始化完成之后 哎 我们烤地瓜的动作 是不是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Cook 第一个是Cook 是烧烤的动作 第二个是增加调料吧 所以我们现在来写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Cook 老师写了Cook之后 是吧 它自动的就会添加一个self 然后逗号 然后我们再添加Cook 这个烤这个动作的时候啊 我们要给它添加进去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time 这个time 表述的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地瓜烧烤的时间 好了 然后我们在下面来写一下 我们self.cooktime 它是加等于我们的time 它是加等于我们的time 通过这个 同学们有发现一个什么性质吗 有什么禁止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ook下滑线time 这一个属性是在哪里进行创建的 是在我们的初始化函数里面进行创建的是吧 然后它是我们现在是在哪对它进行调用啊 我们现在是在Cook这个功能函数里面对它进行调用 这个也是我们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啊 就是我们类里面所创建的这一些属性啊 咱们在类里面创建的这些属性 它可以在任何的 就你接下来如果再写一个其他的方法 是吧 然后再写一个其他的方法 不管你写多少个方法 就是它所创建的这一些属性 它可以在任何的方法里面进行自由的调用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类的一个特性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调用的是 我们在初始化方法里面创建的这个属性 self.cooktime 是吧 并且我们是加等于 cooktime是加等于time 加等于我们传入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呀 等会儿啊 当老师通过这个类是吧 实力化出来一个地瓜 第一个地瓜这个对象之后 然后呢 我们是 我们是对这个地瓜进行一个持续的烧烤 也就是我们可能先对这个地瓜 先烤两分钟是吧 然后呢 再烤两分钟 然后再烤两分钟 然后再烤两分钟 然后它让它这个时间形成一个叠加 那么先烤两分钟 它是比如说它是一个深的状态 是吧 然后我们又烤了两分钟 那一共不就烤了四分钟吗 然后它就变成一个熟的了 是吧 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熟的了 然后呢 我们再烤两分钟 它就变成六分钟了 就是这个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焦 是吧 就比较焦脆的一个状态啊 好了 然后这个是老师要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Cook Time 它是在我们这整个的程序里面 它是一个叠加的形式 通过我们每次调用 是通过我们每次调用 Cook这个方法 然后给它传入的这个Time时间的不同 让它不停的叠加我们这一个地瓜烧烤的时间啊 然后咱们这个Cook下滑线Time 叠加已经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通过你这一个地瓜烧烤时间的多长 来判断这个地瓜的状态啊 所以我们来写一个 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是用一个if条件判断语句 如果什么 如果我们的 self.cook time 是大于等于0 是吧 然后小于等 然后是小于3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在烧烤这个地瓜 把它烤的是三分钟以下 是吧 烤这个烤地瓜的时间 还没超过三分钟呢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状态是什么 它的状态是 哎 深的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判断情况 第一个判断情况 是这个地瓜烤的时间 没超过三分钟 那么这个地瓜的状态是深的 好 然后我们再对它的 这个根据它的烧烤时间 判断它的下一个状态 那么下一个状态 那么自然就应该是 烤烤的时间是大于等于 3分钟 是吧 然后是小于5分钟 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话 那么我们当前地瓜的状态是什么呢 它是半生不熟的一个状态 是吧 你说它的深的吧 它也已经有点熟了 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的熟透 所以呢 是一种半生不熟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我们再对它来一个 S 当我们烧烤的时间 如果是 接下来 当我们烧烤时间 如果是 大于等于我们的5分钟 是吧 然后小于多少分钟呢 小于8分钟的话 我们当前地瓜的状态 它是什么呢 它是 熟 熟了是吧 它是一个熟了的状态 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当我们烧烤的时间 怎么样是大于等于8分钟的话 是吧 当我们烧烤时间 如果大于等于8分钟的话 那么我们当前地瓜的状态 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烤 糊了 好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Cookie函数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咱们Cookie函数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其实是 根据我们不同的烧烤时间的叠加 是吧 其实它在这有个叠加 就是根据我们同一个地瓜 然后不同的这个时间 给了叠加在一起 来判断当前地瓜伸手的一个状态 是吧 当我们叠加的这个时间 是0到3之间 就是说我们烧烤这个地瓜 还没烧 还没有 就是说我们烤这个地瓜 还没超过3分钟呢 那么它的状态是深的 那么如果咱们烧烤这个地瓜的时间 是到3到5分钟 就是说咱们烤这个地瓜 已经超过3分钟了 但是还没过5分钟呢 那么这个地瓜是半生不熟的一个状态 然后接着呢 就是我们通过叠加之后 我们又给它烤了3分钟 是吧 我们又给它烤了3分钟 然后当前这个地瓜烧烤的时间 是到5到8分钟之内 那么它的状态 就是熟了的状态 那么如果这个地瓜烤的时间 是长时间的 一个烧烤的状态 已经超过8分钟了 那么这个地瓜 就应该是烤糊了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cookie函数 那就是咱们的这一个cookie函数 好 这个cookie函数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功能 烤地瓜主要的这个动作 烧烤的这个功能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功能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给它添加调料 是吧 让我们的这个地瓜更加的好吃 我们是不是 在烧烤的时候 还要给它加调料 然后我们加调料的这个函数 我们就叫它 a的condi ments 在这里面依然有我们的self 是吧 然后是逗号 后面要跟上一个参数 然后是我们的self.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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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啊 可以了啊 你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老师创建的 这一个函数功能是什么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添加调料 加调料 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函数功能 是加调料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加调料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给它 就是咱们在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吧 调用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要给它的参数是什么 是你增加了什么调料 是吧 是你是增加了什么 紫然粉啊 增加了酱油啊 还是增加了这个辣椒面啊 是吧 等等的这些调料 所以我们这个调料的名称 一定要作为参数 给它传入进去吧 所以我们当前的这个condiment 就是我们接收这个添加进来的 调料名称的这样一个型餐啊 然后在下面同学们可以看到 它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进行添加的啊 其实在我们前面 其实在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 init的初始化函数的时候 初始化的这个调料是吧 我们在初始化函数的时候 已经给它增加了 就这个调料呢 我们是吧 调料这个属性 给它设置的是一个空的列表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呀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添加的调料名称 给它以append的形式追加到这个列表里面吧 所以我们写的是self.condiments.append 然后condiment 其实在这里这个self.condiments就是一个列表吧 我们这里动作很简单 就是把传入进来的这个调料名称 以append的形式追加到这个列表里面来啊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给同学们写的第二个功能函数 增加调料的一个函数 好 然后在这儿 我们再给它写一个street 是吧 就是我们刚刚给同学们说到的魔法方法 我们怎么来操作这个魔法方法 怎么让我们的魔法方法正确的返回咱们的字符串啊 是不是用的是return啊 这样一个返回值 然后在后面我们写一个f 然后在这个字符串里面 我们要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写的是这个地瓜 烤了多少分钟 是吧 首先这个地瓜烤了多少分钟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大括号 那么同学们想 烤了多少分钟 烤了多少分钟 这个数据是在哪儿让它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前面在属性这儿啊 cf.cook time 就代表它烤了多少分钟吧 并且我们cf每一次 我们同一个地瓜 每一次调用我们这个cookie 这个烧烤功能的时候 你传入的这个时间 其实都是叠加到我们这个 cook下滑线time这个属性里面啊 所以最后这个cookie下滑线time这个属性 记录的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地瓜 是吧 就比如说地瓜一号 它所有的总共的烧烤的时间啊 所以我们在下面 我们在这地方怎么来进行调用啊 而且刚刚像老师说的 我们在类里面的这样一个属性 是吧 咱们类里面的属性 它可以在任何的函数里面进行调用吧 它可以在任何函数里面出现啊 非常自由啊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的cf.cooktime 这个cf.cooktime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一个地瓜一号 它一共的烧烤市场 然后然后在下面咱们要写的是状态是 这个状态是啥 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当前地瓜一号的状态 是吧 就是它累计烧烤了这么多时间之后 你到底是让它的状态到底是生的 还是半生不熟 还是糊了 还是熟了 还是烤糊了 这样四种状态里面的一种吧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在这里调用的是哪一个属性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self点 好像是这个是吧 我们的cookie下滑线 static 状态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状态啊 然后有了状态之后就是我们的添加 添加的调料是 或者是添加的调料有是吧 因为它调料不止一个 它有可能有好几个调料 这要看我们调用这个a的下滑线condiments 这个函数给它调用多少次 好 如果我们添加的调料有 这里我们是用什么属性来记录的呀 是不是就用我们前面设置的这个self点condiments 这个列表来进行记录的吧 我们创建出来的这个地瓜一号是吧 地瓜一号调用一次我们这个添加调料这个方法 就把这个调料添加到 追加到我们这个列表里面了吧 是吧 然后比如说它下一次又调用了我们添加调料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传入进来的这个调料名称 是不是又添加到我们这个列表里面了 是吧 是不停的追加进来的吧 最后那么这个列表里面的所有的调料 就是在这个地瓜一号 在整个烧烤过程中 就是给它加上的所有的调料吧 好我们在这里调用的是 self点condiments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street street这个魔法方法 好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我们非常重要的了 其实我们在面向对象的这个编写的时候 我们在写类的时候是比较痛苦的 因为同学们可以看到 当前老师的这个类 其实功能非常少吧 看上去代码就已经比较长了 是吧 那么在我们在真正写功能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类的代码会很长 但是一旦当我们的类写完了之后 你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对象 然后通过这个对象调用方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了 就是有一种享受胜利果实的感觉了 是吧 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创建咱们的地瓜一号 咱们怎么创建这个地瓜一号这个对象 是不是直接实力化我们当前的这个类 那么老师就把这个类名给它复制一下 咱们把这个类名给它复制一下 咱们直接写这个类名 然后后面写一个小括号 是吧 其实在这儿我们这个地瓜一号就已经 地瓜一号就已经实力化成功了吧 这个地瓜一号这个对象就已经实力化成功了 然后我们当前啊 可以先把这个地瓜一号 给同学们打印出来看一下 当然地瓜一号到底是一个 现在是什么样啊 同学们看到了结果是什么呀 这个地瓜考了0 我们把它夹上吧 0 0分钟 是吧 怎么样 这样 这样看上去好一点 这个地瓜考了0分钟状态是深的 是吧 添加的调料油 它当前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啊 因为很简单吧 是吧 因为我们当老师刚刚运行这个 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这个地瓜一号这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在实力 就是刚刚那个语句运行的时候 这个初始化方法是不是就已经调用了 就已经自动调用了吧 是吧 那么初始化方法自动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自然把我们这个 这个cookie time就已经初始化成了0 这个cookie下滑线 stay stay tick 就已经是吧 就是这个cookie的状态就已经初始化了 生的 就已经成生的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列表就已经初始化成了一个空的列表吧 就是我们这个调料表就已经初始化成一个空的了啊 那么我们当前是吧 当前老师刚刚通过这个类实力化出来这个对象之后 这个这个时候是吧 就是在这个语句实力化出来这个对象之后 这个cf是什么呀 这个cf是不是就地瓜一号呀 所以就等于是地瓜一号点cookie time等于0分钟是吧 地瓜一号的状态是深的 然后地瓜一号的调料表是空调料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是print地瓜一 如果老师不写这个函数的话 那么print地瓜一这个对象的时候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显出来的应该是当前这个对象在类传当中的一个地址 但其实这个信息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呢我们给他写了这个魔法方法 但我们写了这个魔法方法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对象打印出来的时候 他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魔法方法 这个return这个返回时后面跟着的这一个字符串 他就会打印这个字符串的 那么我们打印出来的就是这个地瓜烤了 我们刚刚初始化的这个cookie time 0分钟 然后初始化的这个状态深的 然后初始化的这个调料 有调料吗 没有调料吧 所以是一个空列表 好了 所以他当前在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其他的 比如说cookie啊 添加调料的操作的时候 他的初始化状态是这样的 好然后咱们来 对他进行调用吧 我们现在调用到什么 我们首先来调用的是我们这个cookie1号 这一个对象 它的一个什么动作呢 我们首先来调用cookie是吧 咱们首先来调用cookie这个动作 我们首先让它烤起来 那么我们在cookie里面要进行参数的一个传导吧 咱们要传的是我们这一次烤的一个时间 咱们这一次烤多长时间呢 我们这一次 魔法方法stsg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魔法方法stsg 一喜一喜啊 魔法方法stsg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你设置了这个魔法方法之后 然后当你把你实力化出来的这个对象 给它打印出来是吧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实力化对象的时候 它打印出来的就是这个魔法方法return 后面跟着的这个字符串啊 它就是这样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则啊 其实啊 它这个规则也很简单是吧 同学们掌握之后 立刻马上就能用起来啊 好 然后我们现在调用我们 地瓜一号这个对象的这个方法 烧烤的这个方法是吧 然后我们烧烤多长时间呢 我们让它烧烤两分钟 烧烤两分钟之后 我们再调用地瓜一号 它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呀 它另外一个方法是添加调料是吧 我们再给它添加个调料 咱们添加什么调料 我们添加酱油这个调料啊 咱们添加酱油这个调料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地瓜一号给它打印出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每次要打印地瓜一号 其实很简单吧 我们就是要看它这一个 Cookie下滑线Time是吧 它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这些属性的变化情况啊 好 然后我们来给它打印一下 现在 现在它 是不是跟我们反馈结果不一样了呀 是吧 当我们调用了这个 地瓜一号Cookie2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是调用了这一个函数吧 是吧 调用的是Cookie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time等于2 当time等于2传进来的时候 首先我们是self点Cookie下滑线Time 加等于2 这个我们这个初始化的状态 Cookie下滑线Time它是0 也就是说0加等于2 0加等于2 它还是0加等于2 它就等于2啊 是吧 它是一个复数复制的一个状态 其实在这里 这个复制复熟的状态 我们把它写开是什么呀 它就是selfCookieTime 是吧 然后等于selfCookie下滑线Time 加上我们传入进来的这个变量time 它就是这样的 如果把它写开 它就这样一个情况吧 selfCookie下滑线Time 初始的状态 它是等于0 是在我们刚刚初始化方法 那你进行复制的是吧 那么这时候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调用 我们的这个 第一次调用我们这个Cookie方法吧 然后我们传入进来time等于2 所以是0加2 也就是说0加2 是不是等于2啊 0加2等于2 然后把这个2 再复制给我们的self.Cookie下滑线Time 这个属性 所以当前 当我们 哎 第一次调用了我们这个Cookie 这个方法之后 然后我们这个Cookie下滑线Time 它的累加值等于几啊 是不是就等于0加2啊 是吧 0加2它就等于2了啊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print 地瓜1号把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然后这里的self.Cookie time 它等于2 然后我们再看啊 当我们这一个self.Cookie time 等于2的时候 它是不是符合这一个条件啊 那么当前它的状态是什么 它当状态应该是深的吧 所以我们这个self 就是cookie下滑线Static 它的状态依然还是深的啊 然后调料 调料有什么呢 调料我们刚刚又调用了这个方法 是吧 我们调用的是地瓜1.A的Condiments 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调用这个Condiments方法之后 其实就是把酱油这个变量 是吧 给它传入进去 给它传入进去之后 运用到了 运行到了这个语句吧 这个语句什么 就是往我们self.Condiments 这个空列表里面追加 我们当前的这个调料名称吧 就是把我们的酱油 追加到这个空列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self.Condiments 这个列表里面 当前有几个调料 是不是只有一个调料 是酱油 那所以老师 把这一个self.Condiments 给它答应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只有一个列表 并且里面是酱油吧 好了啊 然后我们在干嘛呢 复制因酸符 对啊 那个就是一个复制运算符 好 然后我们再接着调用 我们这个地瓜一号 是吧 它还要接着烤呀 咱们地瓜一号 是不是要接着烤 因为它现在还是生的呢 我们再让它烤两分钟 是吧 再让它烤两分钟的时候呢 在烧烤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给它加了第二个调料 比如说是 辣椒 辣椒 辣椒面 然后我们给它加了这个调料之后呀 我们再把这个 地瓜一号给它打印出来 给同学们看一下 确实说 咱们烤地瓜的时候 加辣椒面有点匪夷 是吧 这个老师只是为了写这个案例 啊 同学们千万不要当真啊 然后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 当老师运行的这个语句时候 是吧 它是地瓜烤了两分钟 生的 然后 调料只有一个是酱油 之后呢 老师又在同一个地瓜一号 就是同一个这个对象 就是是吧 我们还是接着烤地瓜一号 然后呢 那么我们这一次调用的这个烧烤功能函数 我们还是让它烤了两分钟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烤两分钟的时候 是不是又进入到我们这个cookie 当前的这个函数里面了 然后这个time也是2吧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self.cookie下滑线time 就不是在第一次调用cookie的时候 那个初始化0了 现在它是几了 现在它已经是2了吧 所以就等于2 所以它在这里呢 就然后把我们这个time2给它传入进去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2加上2 是吧 等于4 然后把这个4复制给我们的self.cookietime 所以 所以啊 老师把这个 执行一下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它显示的是 这个地瓜考了多少分钟啊 这个地瓜考了4分钟 这个4分钟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4分钟是由一开始的0 这个初始化是吧 然后通过第一次考考了2分钟 然后第二次是同一个地瓜一号 同一个对象又烧考了2分钟 就在它0加2等于2的这个基础之上 又加了一个2 所以它等于4了 是吧 所以它现在的时间是考了4分钟 那么当它的时间cookietime等于4的时候 它进入到这一个 这个if 条件语序当中去进行判断 它当前是属于哪个 它是不是属于半生不熟这个行列啊 所以当前的状态是什么 当前的状态是半生不熟啊 是吧 当前的状态是我们的半生不熟 是又给我们的cookie下滑线 这个static这个属性进行复制了 它是一个半生不熟状态 然后在上一次操作的时候 咱们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它的状态是什么样 它的状态是深的 是深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吧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在前面 对变量进行复制是一样的吧 就比如说老师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我首先对a这个变量复制是1 是吧 然后呢在下面一秒的时候 我把这个a变量复制改成2了 那么当前a这个变量复制是几啊 是不是就变成2了呀 因为a它是一个变量0 它不是一个常量是吧 所以呢在老师第一次考的时候 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这个变量它是深的 是吧 同学可以看到在这它显示是深的 然后呢在第二次又考了2分钟 时间一共达到4分钟之后 我们这个函数它又进行运算是吧 我们这个我们整个函数它又运行了一遍啊 然后在这一次运行的时候 给cookie下滑线static这个属性 就是说这个变量的复制是半生不熟了 所以当前半生不熟就替代了之前的深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self cookie下滑线static给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半生不熟了 好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接下来是又调用了 我们这个同一个dy1号是吧 同一个dy1号又添加了调料 这个添加调料是辣椒面 那么这个时候不就是往我们这个列表 是吧 已经有了酱油这个调料的列表 里面又干嘛 又追加了一个自符串吗 是吧 又追加了一个自符串 这个自符串是什么 这个自符串是辣椒面 是吧 这样理解啊 好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 把当前dy1号它的self 这一个装着很多调料 这一个装着很多调料名的这个列表 给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有拥有了辣椒面 又又又有了酱油啊 是吧 两个调料就都有了 然后老师再给同学们 就比如说我们再给它 操作一下吧 比如说还是咱们的这个地瓜一号 是吧 咱们地瓜一号 接着烤同一个地瓜 我们又给它烤了两分钟 然后可以 咱们可以再把这一个 地瓜一号给它打印出来 朋友们可以看到 我们接着呢 对我们这个同一个对象是吧 同一个地瓜一号接着烤 又给它烤了两分钟 接着又给它烤了两分钟之后 它的哪些属性又发生了变化呀 又给烤了两分钟之后 这个time又变成2了吧 首先第一个发生变化的属性 是cookie下滑线time cookie下滑线time 又本刚刚的4 又加了2 是吧 就等于6了 然后6这一个整数 又复制给我们的self cookie下滑线time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当前 cookie下滑线time 这个变量的数值是几 是6了吧 所以打印出来是6了 那么状态呢 那状态呢 那状态呢 那状态还是刚刚的半生不熟吗 就不是半生不熟了 因为把我们这个cookie下滑线time 带入到下面的这个 语句进行判断的时候 它就不是半生不熟这一档的了吧 它变成了这一个了吧 因为6它是在5到8之间 所以当前我们的cookie下滑线static 这个变量 就又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是吧 这个新的值什么 这个新的值就是熟了 所以我们当前把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给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的状态就是熟了的状态 但是我们刚刚在刚刚的操作里面 并没有添加调料 是吧 我们并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它的这一个包含函数的这个列表里面 咱们并没有给它追加进去新的调料名 所以它的调料仍然只有两个 一个是酱油 一个是辣椒面 好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又 咱们这个地瓜一号呀 哎呀是吧 咱们这个地瓜一号 我又给它哭开了两 哭开了两分钟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地瓜一号 又给它打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瓜一号 是不是变成8分钟呢 原因也很简单吧 因为我们调用的cookie这一个方法 是吧 并且把这个time 然后我们刚刚传入进来这个time是几 这个time是不是2啊 是吧 所以当我们又一次 应该是 是吧 当我们这应该是属于第四次吧 第四次调用这个cookie方法的时候 time传进来是2 然后这个cookie下滑线time 其实就是等于6加2 是吧 然后把这个8这个值 又复制给我们的cookie下滑线time 这个属性吧 所以cookie下滑线time 它们这个属性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是8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新的cookie下滑线time 又进行了判断 这时候判断就是 这一档了吧 是吧 是大于等于8的这一档了 所以我们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这个属性 它的值也发生了变化 它变成了烤糊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把这个cookie下滑线static 给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烤糊了 当然我们仍然没有调用A的下滑线 condiments这一个方法 所以呢它的调料仍然没有变 仍然只有酱油和辣椒面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过程 咱们再来创建一个新的对象吧 是吧 一直是低瓜一号 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一个低瓜二号 咱们这个低瓜二号 也等于我们的s 哎呀是吧 我们这个拍项目就是方便啊 立刻马上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这个类的名称提醒给我们了 是吧 我们又调用了这个新的类 那么一切都从头开始了吧 因为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 所以一切从头开始 然后在从头开始的时候 我们来调用这个低瓜二号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cookie 然后当前呢 我们让它cookie3分钟是吧 同时我们调用低瓜二号的A的添加调料 那么这个调料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自然吧 是吧 我们给它加的调料是自然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打印一下 把这个低瓜二号给它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操作情况 那么这个低瓜二号 其实啊 我们在这 给它打印一个分个符吧 总觉得全部挤在一起了是吧 分个符就小行星吧 咱们给它打印一串 给它打印50个 把它分开啊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低瓜二号吧 咱们的低瓜二号啊 其实 同学们看啊 同学们看 我们刚刚是一直是在操作低瓜一号 是吧 低瓜一号最后最终终于烤焦了 是吧 我们的低瓜一号 然后呢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 我们叫它低瓜二号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咱们对一个类是吧 一旦创建了一个新的对象之后 那么这个新的对象就是一切从头开始 是吧 咱们这个新的对象啊 是一切从头开始 那么它一切从头开始的话 那么它是不是又去自动去调用 我们这个初始化方法了呀 是吧 那么调用这个初始化方法的时候 它的这个cookie下滑线 它是不是又变成零了 把它烧烤时间又变成零了 那烧烤的状态呢 它又变成深的了 它这个调料表里面又是啥都没有了 是一个空表的状态了吧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接着我们是对这个地瓜二号 让它调用的cookie这个功能 让它调用了A的condiments 添加调料的这个功能 然后在cookie的时候 是让它烧烤了三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调用cookie这个函数 其实我们就可以直接到cookie这个函数里面 来看它的一个运行逻辑了 那么这个time 其实这个时候它是等于几 它等于3 是吧 由于是又创建的一个新的对象 一切从头开始 所以sale.cookietime 一开始的时候 仍然是0 初始化状态 然后加上我们传入进来的时间 是3分钟 是吧 那么0加3等于3 把这个3 又复制给我们的sale.cookietime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sale.cookietime 是不是只有3分钟啊 所以我们再给它打印出来 这个地瓜 它是不是烤了3分钟啊 是吧 然后它的状态是什么呢 如果是3分钟的话 它应该是在这一档 是吧 那这里啊 它的状态就是我们这个self static的半生不熟的一个状态 是吧 然后添加的 添加的调料有什么 添加的调料有什么呢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由于我们 这个是地瓜二号 是吧 地瓜二号啊 一个完全全新的对象 所以在一开始 初始化调料表的时候 是一个空表吧 所以在我们第一次调用 我们添加调料这个函数 并且把子然传进来的时候 在它这空表里面 是不是就追加了一个 调料名称啊 叫子然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个self.condiments 这个调料表给它打印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子然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 老师在这里给同学们写的这个 我们这个案例啊 老师的这个案例啊 其实是用到了我们的初始化方法 是吧 然后用到了我们的功能函数 用到了我们的功能函数啊 接着呢 我们是给它创建了一个地瓜一号 然后也给它创建了一个地瓜二号 然后在每一个对象里面是吧 不管地瓜一号还是地瓜二号的对象 都运用了我们的cookie 烧烤这个功能 以及A的condiments 就是添加调料的这个功能啊 然后这个案例啊 主要是想让大家对我们前面 给同学们讲解的我们的类是吧 如何去创建类 以及包括它初始化方法 如何去写 然后它的功能函数等等这些啊 想让大家更加深入的了解一点啊 好个新的地瓜 好啊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晚上给同学们 介绍的咱们的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啊 其实咱们面向对象啊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是吧 要通过刚刚老说的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要给它写的一个功能是吧 要给它写一个考虑化的功能 其实就写一个考虑化的一个类 然后把它初始化方法给它设定好 然后可以调用的这些功能函数给它设定好之后 咱们就可以开始无限的通过这个同一个类 给它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 是吧 并且它多个对象呢 它还 它都可以具有这些相同的属性 并且调用这些相同的方法啊 这个啊 就是不是特别像老师一开始给同学们介绍的 这一个生产线是吧 就像是这个生产线已经搭好了 一个生产线一旦搭好了之后 其实生产线搭好了就是我们这个类写好了 那就是咱们这个类写好了 那么这个类写好了 就是这个生产线搭好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生产线 给它生产出来多个商品 是吧 多个商品都可以生产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类 给它实力化出来多个对象啊 并且这些对象它具有相同的方法 就像是从同一条生产线上面下来的产品 它们都可以具有相同的功能一样啊 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老师今天晚上给同学们介绍的内容啊 同学们接下来啊 就是可以 我相信就是经过老师的这个稍微一点讲解 之后我们对面相对象的它整个 逻辑 以及包括它的作用 是吧 它的好处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 有可能同学们不熟的地方 是对里面的这一些 也是后面这个大致你好把它练习一遍啊 然后把里面的逻辑 就是它这个 就是它这个 Cookie消化线time是如果进行叠加的 是吧 它这些属性是如何进行变化的 这些逻辑 也来思考清楚之后 我相信我们同学对这个类方法的 是吧 就是面相对象的这个调用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然后在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就是 哎 老师我往上翻啊 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一个重点就是这个 Innate这个初始化方法 同学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代表什么 初始化代表 这个方法它会自动的进行调用 是吧 就是我们在一旦实力化 通过这个类实力化 乘以这个对象的时候 它这个初始化方法就自动被调用了 那么它自动被调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写这个对象名称 然后点的形式来提取它给复制的这些属性啊 全都可以给它提取出来了啊 这是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第二个呢就是在理解方面 同学们一开始也许对这个self 到底是什么 会有一个疑问 是吧 那么这个self到底是什么 这个self 就根据咱们通过同一个类实力化出来的 对象不同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实力出来的这个对象 是吧 如果实力化出来这个对象 就像这个海尔1 那我们通过卧室这个类实力化出来 一个对象是海尔1 那么当前这个self 它代表的就是海尔1 如果我们实力化出来一个对象是海尔2 那么当前的对象就是海尔2 好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老师今天给同学们介绍的 整个的内容啊 同学们刻下 把我们老师这个代码给它过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么老师就下线了同学们 对啊 一起又说的对啊 那就是一个对象的统称啊 它就像是老师之前给同学们写的那个站位符一样 是吧 我们站位符的统称是pass 它就是一个统称 好的 老师要下线了啊 底片 呢 呢 呢 跟 呢 呢 你 呢 呢 感谢观看